酪梨树上挂满了一棵棵硕大的酪梨 果农正忙着将采收的酪梨整理分装 准备装香宅配 家旋二号 它是9月份可以采收的 果斑明显 这个火点也轻轻开 它尾巴稍微有一点点的转色 那甚至有的地头这里也有稍微 有一些纹路稍微转色 这就是可以已经可以采收 历经 那有时候也说台东五号 这种的方式的人吃得比较有香气 这种的吃得比较Q 曾荣获十大神农奖 酪梨产销班班长沈士正 坚持草木共生的草生栽培 利用特条黄豆当叶肥 来提升酪梨产值 同时结合地方果农 成立全台第一个 拥有产销履历的酪梨产销班 更进一步开发酪梨加工品 协助产业升级 我们会研发一些产品 多元性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像Centro研发这个酪梨面 还有这个酪梨冰淇淋 还有酪梨手工杂 我们会把这些吃鸡面消耗掉 酪梨曾被金氏记录 列为世界最营养的食物之一 有幸福果的称号 近年在市场上颇受消费者青睐 但酪梨要怎么挑选 要多熟才能吃呢 要选择像这样的果形 耸肩稍微耸肩 不管你是会不会变色的品种 我们要辨别的时候 就是大拇指像这样按得下去 不会弹起来 表示说它已经可以食用了 省市政说 逐期种植的酪梨就有20多个品种 每年7月到隔年2、3月是盛产期 现在正是享受当季酪梨美味的好时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刘彦旬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